我说完这句可能最P.R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开箱跟以往有点不同 今次是开箱一些文具 今次是跟YESTYLE合作 去拍他们开学用品的开箱 我也知道我的观众里面有一部分是学生 我也相信因为这条影片你们都应该会喜欢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记得看下去 首先YESTYLE 今次就记了一袋给我的 就是这个白色的帆布袋 它是一个非常basic的帆布袋 现在学生喜欢闻清风格的话就适合了 它除了可以手抽之外还可以斜背 你看到有条长一点的带在这里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有拉链 很少帆布袋是有拉链的 有时候如果袋子没有拉链的话 你都会担心自己的财物会不会被人偷 如果有拉链就会好一点 老实说我自己偷看了里面有什么 现在事不宜迟来看看 我脱机抽 好了 首先就会有一个笔袋 这个笔袋呢 就是扮演一个牛奶盒的造型 大家都应该看得出 它后面就有拉链 没有其他间隔 只有一格的 然后你就可以装你上学要用的文具在里面 究竟中学的朋友才会喜欢这些笔袋 第二个... 就是一个袋 第二个就是一个 拉链袋 它就是有少少花纹 我觉得这个花纹也偏向成熟一点 这个尺寸的袋最好装什么呢 就是M巾 你知道的 女生的M巾是四四方方 好像放芝士似的 那放在这个袋子 就刚好适合了 如果你不想用来放M巾的话 你也可以用来放眼唇膏 或者手霜 我相信学生都不会大化妆品 我觉得这么小的袋子 就适合一些学生 可能装它一些个人护理的用品 然后就是一个发夹 好漂亮啊 哎呦 我很喜欢啊 就是那些 现在很流行的韩式发夹 那它是Made in it 我可以戴上去给你看看 顺便发一下 大学生反学就可以夹 如果中学生的话 要外出才可以用 但我觉得这个发夹的质量 都相当不错 挺稳定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找 好漂亮啊 我喜欢这个 那呢 好了 之后呢 就是 一些Meme拇指 哇 就是有这些四色的Meme拇指 然后呢 也有这些Pantone的Meme拇指 它每个颜色下面 都会有它的颜色在 在这里 那如果你上学的话 Meme拇指一定不可以缺少 对吗 再加上这个这么文青的颜色 这个Meme拇指都会烧到不少 因为平时有写开一些notes的朋友 那些颜色配搭上来真的很漂亮 哈哈 然后呢 又是有的Meme拇指 那呢 我觉得这个checklist的字 都真的挺实用的 那你可以写下你每一天 要做些什么啊 你有什么功课啊 有什么project啊 deadline 可以很清楚地写下去 之后呢 也可以装饰到你的schedule book 那我相信呢 这个东西都是很多中学生啊 或者大学生很喜欢做的东西 就是有空没有自己装饰一下schedule book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的 然后呢 就到了这个了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哦 这个呢 是一个贴纸来的 那里面呢 有12张小卡 和贴纸 那我先拆来看看是什么来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 我没见过 它就是一些胶片来的 那就是 类似一些什么instagram 或者听歌app那些介面 那它就是一块胶片 那这些胶片有什么用呢 你就可以用来装饰你的schedule book 或者是一些journal 或者日记 又或者像我这些 有时候要拍一下product的话呢 可以利用一下这些小胶片 去做一个特别的效果出来 那简单和大家说一下 一些胶片是什么胶片来的 那它就分别有黑白色的instagram胶片 然后呢 有一个iPhone拍照的胶片 之后就是一个听歌介面的胶片 然后呢 就是一个类似调色app的一些介面 又是听歌的介面 有一些半透明的胶片 那我就不逐个说了 那大家就可以用来装饰自己的notebo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cute 我很喜欢这一盘 看似没用 但其实也好像是没什么用的胶片 但真的很可爱 那它除了这一盘十二张胶片之外 也有几块贴纸 有一个金香的贴纸 有一个You can do it 的贴纸 然后有一个人的贴纸 然后有一只猫猫的贴纸 有一个地球仪的贴纸 有一些 有些鼠叶的贴纸 有些帽纸 然后有一些花的贴纸 然后有一些 动物的贴纸 然后有一些 花花草草的贴纸 那都不逐个跟大家说了 很有趣 我觉得这些贴纸 用来装饰设计book 真的是一流 那其实尤其是自己画那些 比较简短的设计book 就会非常适合的 刚才打开的时候 看到它是Made in China 都怕它的贴纸 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贴纸 比我想象中好 而且真的 好有趣 真的好有趣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猫猫的书签 如果你是喜欢猫的人 那你就可以用这些书签 复在你的货本也好 还有设计book 也好 对 这个书签就是一个金属片 对 就是一个金色的金属片 很日本feel的一个小书签 我也觉得挺有趣的 那来到最后四样 还有 就是有很多笔 首先就是一堆颜色笔 现在小时中学生 怎样可以无影光笔 对不对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也会带海量的笔上学 因为我觉得这样 只有温书 读书上来 才会有这个动力 对笔真的超级漂亮 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那 还有呢 我相信很多女生 都喜欢用五万六色的荧光笔 去装饰自己的书本 又或者是你的设计book 那我觉得 这些荧光笔 就真的不可以没有 尤其是它是一些比较低彩度的颜色 那 除了最基本的黄色和橙色之外 它会有一些比较 它会有一堆比较低彩度的颜色 那我就觉得很漂亮 那 就特别适合用来装饰自己的设计book 可以画一下公仔 也没问题的 这些水笔 所以我真的爱不释手 我都不舍得送给人 我要拿来问我的韩文 然后呢 也是一堆笔 那就是这些 那就是这些很幼的水笔 那是这么幼的 幼的好像几乎看不到 那样 就是这些这么幼的笔 那就是方便你可能 有时候喜欢做looks 那样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都可以上YearStyle那里看看 好老实说 如果这两个比较的话 我喜欢这一个多些 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第二样呢 就是这一支 Innes3的hand cream 那其实这个YearStyle 除了买这些文具之外 其实我觉得YearStyle 最主力是 其实是买一些韩国的护肤产品 又或者是一些化妆品 所以呢 这次呢 他们也送了一支hand cream 给我的 那这一支呢 就是Innes3的hand cream 那就是这个济州岛系列的 一个hand cream 那这个味道呢 就是6月份的味道 那就是一个土味的hand cream 那我现在试一下 来嗅一下 其中一个是Innes3 另外一个呢 就是Tony Molly 那我自己觉得Innes3的hand cream CP值都挺高的 它呢 通常呢 就是三十多块一支 那我觉得他们的hand cream 有一样好的呢 就是一点都不会觉得黏 而且很快就能吸收得到 因为我自己就很不喜欢 hand cream 太滋了 你喜欢完手hand cream 你不能立刻写字 你油腩腩的感觉 真的不太舒服 那所以我用下来 都很喜欢Innes3的hand cream 那我刚刚在塗的 这一支土味 都非常香 你看到我刚刚不断索就知道了 很甜的一个味 如果大家对于一些韩国美妆产品 又或者一些护肤产品 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上yesstyle找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我发觉 他们会买得比外面便宜 例如那些不知什么mall那些 其实呢 有时都没有他们买得那么便宜 那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可以到处价先 那我觉得Innes3的hand cream 真的不错 大家可以买一支去试一试 那这一支是什么呢 其实我刚刚开袋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 那它就是一顶粉红色的毛 它这个粉红色 真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 可以赞到它漂亮 它是那种正宗的 效果粉红 都比我来也要戴一下 对不对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真的 不是我的style 我想说我平时自己都不戴帽 更何况是一个 那么颜色的帽 我真的带不到 我看上网有其他人 收到是白色或者黑色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收到粉红色 果然这句可能得罪PR 就是可能这个颜色 就未必是我们的选择 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买这一顶的Cat毛 建议大家 选择白色或者黑色 这一支粉红色 真的 就是 今次的开学用品 开箱就来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样 留言告诉我 最后有个优惠 想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yesstyle 买东西 无论你是买上学的用品 也好 又或者是买 一些化妆品 护肤品 都可以用我的code 在这里 对了 我会加回来的 就是在买单之前 进入我的code 就会有一个折扣的优惠 就是这样 今次这条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我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开小铃铛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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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